提到了客家人的勤儉 都會把吃不完的蔬果 醃成醬菜來保存 而在苗栗公館的郭家莊 他醃的醬菜是特別的出名 主要是客家媽媽郭江育嬰 從小跟著母親學醃漬的技術 因此醃出來的醬菜特別有風味 現在郭媽媽的醬菜不僅有品牌 而且還有禮盒包裝 苗栗公館的客家莊 這戶人家天天飄著醬菜箱 泡河有沒有 夏天盛產的冬瓜 準備醃成冬瓜風 其實醬菜的種類很多 而這一位客家媽媽郭江育嬰 都挑選當季的食材 她說醃出好醬菜 就是當天獻菜 當天處理 而且天氣還得要夠晴朗 因為醬菜得做日光育 曬好就翻過來 到下午就收起來就馬上就放棋 棋放下去就蓋起來 就最新鮮 就不會發霉 去水分沒有濕氣 醬菜才能保存的酒 接下來再放進自製的豆沫 這可是醃醬菜的靈魂 米 防豆 防豆加上去才會香啊 慢慢發酵 醞釀四個月的時間 才是一瓶入味的好醬菜 而玉英媽媽從母親手中學來的醃製技術 多少也反映出了客家人的簡卜個性 以前的人就是說沒有冰箱嘛 那麼季節性就是說有什麼菜出來啦 吃不完啊 要怎麼辦呢 就我們的老祖先知悲很好 就是把這個醃 醃起來慢慢吃 前人的聚會運媽媽的兒子郭勝德牢牢記著 從小看媽媽醃醬菜就喜歡當個小幫手 拾了醃醬菜的功夫 還把媽媽味量產銷售 店鋪裡賣的都是 鍋媽媽醃製的蔬果醬菜 有logo包裝 還多了可愛的八寶提籃設計 古早味又不失質感 媽媽的油桿 油桿 這個東西露成這樣 它的蔬菜才沒有搞大 所以我們平地這樣謹慎 當時呢 我們盡量改的量都更好 甚至於我的館也很難 將來的雞麥比較煮我的成熟 古法醃漬也釀出了客家風味 傳統醬菜不再靠口耳行銷 取名叫做鍋家莊 靠時間醞釀出天然味道 就買媽媽的醬菜香 入下到雙寒的發酵 醞釀天然好風味 母親給兒女的傳承 淬煉客家簡樸食 冬瓜宮的傳統 蔬果醬菜的創新 八寶提籃 裝點媽媽味飄香的感動時刻